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合成函数的基本观念 什么叫做合成函数呢 它是两个函数经过了两次对应到达了一个目标区域 那我们来介绍一个简单的例题 让同学了解合成函数的观念 最左边的这个是爸爸经过了一个G的一个对应 爸爸到了C题 然后再经过一个F的对应 他去吃牛排 妈妈到征仙 经过一个G的对应 再过来的话 再来一个F 征仙找了到了寿司 小华的话呢 经过到麦当当 然后到了汉堡 妹妹的话呢 到了肯德基 找到了榨基 这是一个经过了两个函数的对应 那我们的话呢 是怎么个写法呢 是先G先走了以后 再走了一个F 于是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们要写的是 F一个圈圈再写一个GX 这个圈圈的话呢 我们要念的是Circle F Circle GX 这是代表的是一个合成函数的意思 那正确的写法的话呢 就是比较我们一般的写法 我们就把GX带到F里面去就对了 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例题 这个例题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F of X的话呢 它是X的二次方 那另外一个函数叫做GX 它的名字叫做2X减1 那么我们现在想要求的是 F Circle GX 它这个合成函数是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的话呢 就算给各位同学看 F Circle GX 它其实就是F of G of X 它是一个合成函数 这是第一步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检视一下题目 GX叫做什么呢 叫做2X减1 我们继续算下去 它是F2X减1 把它带进去 然后的话呢 于是我们再看题目 题目的话呢 叫做F of X叫做X平方 我们必须要了解 X是X平方 对到X平方 那Y呢 就是对到Y平方 那2X减1呢 就对到2X减1的平方 我们就写2X减1的二次方 第一题的答案 就是这样算出来了 那第二题的答案 我们来算算看 G of Circle F of X的话呢 这个答案会不会一样呢 这答案的话呢 不一定会是一样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个的话呢 是G Circle F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照写下来 这样的话呢 计算是比较 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将我们的条件带进去 由内而外 F叫做什么呢 叫做X的二次方 我们就写出来 G的X的二次方 然后的话呢 再把它带到G里面去 GX是2X减1 我把它带进去 就变成了2X的二次方减1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目前为止 我们就上到这边